弟兄姊妹平安 又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要对神充满了期待 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 要做一件新事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迦勒底人如逃民 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 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没 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如此 因我是旷野有水 是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 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啊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 你倒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烦祭 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贡物 使你福牢 也没有因乳香 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仓仆 也没有用祭物的汁油 使我饱足 倒使我 因你的罪恶福牢 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 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辱莫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诅 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第十九节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亚各华是以色列的神 是创造以色列的救赎主 是大君王 那么他这位大君王 这位救赎主 是在沧海中开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 出埃及的时候 过红海 埃及的军兵都倒下了 那么但是 这一切都过去了 那么神现在 要继续的做新事 所以不是 神机不是只有 停留在红海边而已 其实过了红海 还是继续有神机 在旷野 在沙漠 开道路 开江河 所以神的救赎 并不是只有停在 埃及的红海边 神的救赎 是不断的往前走的 神继续的 在旷野里开道路 在沙漠里开江河 其实我们 跟随神的路上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只有 我们得救那一刻 神救赎了我们 然后之后我们的生命 好像神就不再管了一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不断的做新事的 除了他救赎了我们以外 后来我们发现在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看见 神依然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 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不是分享 过去十年 过去二十年以前的恩典 当然那个恩典 我们是 真的是终生难忘 因为那真的就是 得救的恩典 但是并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 在我们生命的路上 还有很多的高高低低 我们都看见 神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 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 神继续在我们生命中 不断的去做新事 所以我们对神 要充满的期待 当然了每一次 我们经历这些高山低谷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更容易一点 但是每一次都是 在我们很绝望 很辛苦的时候 突然之间 神为我们开了一个奇妙的道路 那么这样的经历 是我们在 服侍神跟从主的路上 一直不断循环的经历 不断重复的经历 所以 虽然每一次都不容易 但每一次也都有神的恩典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充满的挑战 真的是一个挑战 又接着一个挑战 我们要仰望神 并且知道 我们的神 是不断的为我们做新事的神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共同的经历 而且这些的新事 也是成为我们见证神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不会只有得救见证 当然那是很重要的见证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 很艰难当中 看到很绝望当中 我们经历了神 为我们开道路 沙漠为我们开江河的时候 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 我们又可以再一次 在我们的生命故事里 去诉说神的大能 神的慈爱 所以每一次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这样告诉自己 就知道神又要做新事了 所以每一次你遇到 一个新的挑战跟困难 我们要相信神 神又要做新事的 神每一次他做的新事 每一次都可以让我们 生命中的见证 什么是新事呢 就是每一次经历都不一样 每一次你都是想象不到 所以新事就是 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的 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的 神每一次的做事 好像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不知道从哪一个角度来 但是我们总是期待 神在我们生命中 但愿他是天天都来做新事 二十二节 雅各啊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 你倒厌烦我 不断神经历神 拯救恩典的以色列 竟然忘记了求告神 在他们危机困苦的时候 反而不仅没有求告神 他们还背逆神 还得罪神 还作恶 还让神厌烦 当然结果 雅各就成为了咒诅跟怒骂 那么付上了很高的代价 王国被掳 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那么二十五节也提到 最后他为自己的缘故 要涂抹过犯 那么他提醒我们 你可以跟神辩论 你看神说我要跟你辩论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忘记了我的恩典 你怎么可以忘记求告我 反而去拜偶像 去悖逆呢 怎么这么容易忘记呢 所以神要跟他辩论 所以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有很多的感叹 以色列经历这么多神的恩典 过红海 旷野 然后你这么多这么多的神迹启示 竟然他们到后面 在富裕当中 在强壮当中就忘记了神 那忘记神久了之后 再遇见困难的时候 竟然忘记求告神 去拜偶像 这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提醒的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说我们不会忘记神 不要说我们 如果我们在得意 在顺境中间 渐渐了离开的神 当我们再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都忘记祷告了 你可能还跟世上的人一样 跟很多的做生意的人的灵舍一样 就跑去拜偶像了 可是你记得 你曾经是神的儿女 你曾经是基督徒 很敬虔的基督徒 神怎么样当年带你度过多少的难关 可是你在安逸的日子里 你竟然忘记的祷告 甚至连聚会都不稳定 结果再一次遇到困难 像无头苍蝇一样 走世界的道路 你知道神有多么的失望 神有多么的生气 神真的是觉得神有对你多么的失望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生 不管是在顺境逆境 我们都要紧紧的滚随神 特别是那些 我们是正在逆境中间 在很艰难 很困苦 很伤心的时候 因着神的拯救 而我们遇见了耶稣 我们受洗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步入到一个蒙福的光景里面 渐渐你也觉得 现在一切都很好 也不再需要祷告 也不再委身教会 甚至你也都没有服事了 你就过一个很好的日子 当然你知道你早期是神的 信主是神的恩典 可是如果你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你一旦又在遇见一个困境的时候 你可能连祷告都忘记了 那个时候就像以色列的光景 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 我们特别是这样的人 我们在顺境中 一定不可以离开神 你还是要好好的聚会 你还要紧紧的跟随神 你还是要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 每一天很好的QT 很好的祷告 很好的不可以停止聚会 还是要好好的在顺境中 要抓住神 因为免得当我们再一次 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 你连祷告你都忘记了 这是多么的可悲呢 所以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 我们没有是容易的 每次我们遇到困境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一定不可以在顺境的时候离开神 要好好聚会 好好读经 好好伟生 好好服事 那么我们一生都要靠主得胜 我们来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那些在顺境中的基督徒 他们曾经是非常火热 在困境中紧紧抓住神的 如今他们真的是日子过得平安顺遂 主啊 渐渐的也不觉得这样的需要 主啊 今天再一次对他们说话 在顺境中更是要紧紧的抓住神 依靠神 靠主得胜 这样我们才能够一生能够蒙福在神的面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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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